大清宰相刘罗郭刚准备退休回老家 乾隆的圣旨就被送来了 大家都以为是乾隆皇帝要为刘罗郭送行 没想到乾隆皇帝这次来是要他命的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刘雍一贯灭食圣上 羞辱朝廷 须将御治失忠 圣上御彼 妾为己有 自成师籍 贪天之功 昭然若揭 令御林军 超过所有食安失存 查抄刘宅 易英书记文字 刘雍接旨后 立即戴罪进殿面君 不得延误 钦此 刘罗郭这是又犯了什么错呢 为什么乾隆说他有贪天的功劳 难道是 其在乾隆脑袋上撒尿了吗 上期视频 咱们还说到 乾隆皇帝大百千首宴 邀请了六千位 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参加宴会 这其中就包含大名鼎鼎的宰相刘罗郭 然而刘罗郭在宴会上喝多了 在皇宫里直接随地大小便 乾隆皇帝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热情地邀请刘罗郭 一块泡温泉 当作是给刘罗郭退休的践刑吧 刘罗郭虽是堂堂的山东汉子 表现得却有些羞涩 刘罗郭的传统观念非常重 当然三观也非常的正 既然泡温泉 就是大老爷们应该做的 为什么还要留下两个 尸身诱惑的宫女在这儿呢 刘罗郭跟随着乾隆 开开心心泡温泉 可是他的死对头 和珅正在收集他的罪证 原来刘罗郭的老婆 把刘罗郭生平的诗集和文章 撰写成书 足足印了正好一百本 和珅的管家 从中偷拿了一本 看看里面有没有不合适的内容 毕竟清朝大兴文字语 无数的文人莫刻 因为文章或者诗文丢了性命 只要是写诗或者写文章 就不能做到万无一诗 没有任何漏洞 和珅的管家 没有在里面发现任何的违禁词语 和珅硬要鸡蛋里挑骨头 欲加之罪 何患无穷 偏偏在这个时候 管家发现了一首诗 有些眼熟 诗的名字叫做 春风鼠花涌 一片两片三四 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 九片十片十一片 飞入草丛都不见 和珅心想这首诗我熟啊 这不就是当年乾隆皇帝的 鼠花扮诗吗 这首诗怎么被刘罗锅抄袭了去 还放在了自己的诗书 汇集录里 这不就是活生生打 乾隆皇帝的脸吗 因为这首诗词被收集在乾隆皇帝的御旨诗里 这首连打油诗都算不上的渣渣 居然被农墨宰相刘罗锅收集了 要是这件事情被乾隆皇帝知道 刘罗锅的下场肯定好不了 刘罗锅一而再再而三地想回家养老 这次恐怕又不好办了 而且这次真的是大祸临头了 因为乾隆皇帝是最好面子的人 刘罗锅这样的做法 无异于赤裸裸地挑衅乾隆皇帝 所以和珅急急忙忙进宫去汇报此事 影视剧讲究无巧不成书 恰巧乾隆皇帝把所有的大臣都召集在御书房 乾隆皇帝一生创作了五万多首诗 全部都收集在御旨诗集里 这次乾隆发放第五个版本 里面总共收集了一万零六首 前面四个版本 一共收录了四万一千八百首 乾隆皇帝真的太高产了 不过没有几首流传于是 和珅收到诗集以后 肯定是要丙烛夜读的 毕竟读书了以后 才能好好的奉承乾隆皇帝 和珅夸赞乾隆皇帝的诗句 就像分章谍运 敬衣分论 立以倾城 真如万湖泉源随地涌出 乾隆皇帝之诗 不仅当朝无人望极向背 即便先帝康熙年间 所编印的全唐诗 共收录了唐代诗人两千二百人 三百年所作也才四万余首 乾隆一人之作洋洋大观 可与整部唐诗相媲美 乾隆皇帝针天才也 和珅这个马屁拍得太好了 正在乾隆皇帝飘飘然的时候 和珅直接给了他当头一棒 把刘罗锅的诗集也拿了出来 近日能在偶得一本 个人诗集的抄本 发现其中有一首诗 《禁语太上皇》 预制诗中的 第二百八十一卷中的一首 题目完全相同 词句也分毫不差 不知何故 很快流罗锅的诗集 就被送到了乾隆面前 和珅还亲自指出了 相同的地方 毕竟乾隆一生 创作了五万多首诗 这么多诗 恐怕他自己都记不住 所以他只能比对着回想 没想到刘罗锅收集的诗 和乾隆皇帝写的一模一样 和珅接着火上浇油 说这首诗是乾隆皇帝 二十年前创作的 现在刘罗锅却占为己有 这种所作所为 真的太可恨了 刘罗锅这是不把乾隆皇帝 放在眼里 这不就是活脱脱 打乾隆皇帝的脸吗 刘罗锅真的是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大家伙一看和珅都这么说 于是也纷纷发言复合战队 大家伙一股脑地说 刘罗锅不好 乾隆皇帝越想越生气 本来他就是最爱面子的人 刘罗锅居然敢骑在他的头上 拉屎撒尿 看来刘罗锅是不想活了 于是他直接派出了御林军 由胡公公带领着 去抄刘罗锅的家 这里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 主要这本诗集 不是刘罗锅撰写的 而是刘罗锅的老婆收集起来的 刘罗锅的老婆可是个急脾气 而且是个敢做敢当的人 急急忙忙替刘罗锅开脱 胡公公 抄路堪印 时安时存 是小女所为 老爷他并不知道 若论罪 是小女的罪 请胡公公代为秉明圣上 胡公公只是照章办事 所以刘罗锅夫人的辩解 没有任何效果 这些事还是由刘罗锅亲自去向皇帝解释吧 刘罗锅这次真的是大难临头了 乾隆皇帝不仅把他打入了大牢 还让他自吻谢罪 难道刘罗锅真的要以悲剧收场了吗 还有转环的余地吗 咱们下期继续分享 视频创作不易 喜欢别忘了点赞 收藏分享加关注 您的支持就是我更新下去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咯 感谢观看